这是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美国郊外 幸存者正在朝着天空放烟花 地面上的丧尸竟然都被绚丽多彩的烟花所吸引 纷纷停止移动 开始仰视天空 欣赏烟花雨 突然从远处驶来一群摩托车少年 他们有的手持长矛刺向丧尸的脑袋 有的拿枪射击丧尸 在摩托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改装过的装甲车 里面的幸存者直接使用重机枪对着丧尸群疯狂扫射 仿佛把这一切当成了乐趣 而在丧尸群里 有一个丧尸没被烟花所吸引 当看到同伴被无情屠杀后 顿时怒火中烧 接着便仰天长笑 发誓为死去的丧尸报仇 这是怎么回事 丧尸为什么还会有自己的意识呢 影片开始 一群特战队员正在满视丧尸的城市中搜索物资 其中副队长杰克不停指挥 擅自带着两名队友来到一处酒庄拿取各种美酒 谁知这里竟藏着一只丧尸 突然冲出来将杰克扑倒在地 情节之下 杰克摸到一根铁棍狠狠插入丧尸的脑袋里将他杀死 威胁这才暂时解除 看到东西拿得差不多了 三人就准备离开 没想到酒庄里还有一只丧尸 将走在最后面的一名队友咬伤 这名队员跌跌撞撞的跑出大门 而丧尸也跟了出来 就在这时 队长乔治开车赶了过来 一枪将丧尸击毙 乔治想带着被咬伤的队员一起离开 却遭到了杰克的阻拦 因为被丧尸咬上后 很快就会变异 就在两人争执途中 那名队员举枪自尽了 他不想自己变成丧尸 眼看出现人员伤亡 杰克立即下令取消搜索任务返回基地 随着命令的下达 装甲车里的队员开始放烟花 以此来吸引丧尸们的注意 原来这里的丧尸对烟花特别着迷 很快整个街道变得异常安静 所有丧尸都在抬头看烟花 只有丧尸头目老黑没被吸引 他通过进化已经获得自我意识 老黑看不惯人类对丧尸的无情屠杀 准备带领丧尸军团 对人类新建的家园展开反击 与此同时 特战小队在烟花的掩护之下 顺利放回基地 自从美国爆发丧尸病毒后 侵存下来的人类 便在三面黄海的绿城建立了新的家园 并且在城市周围固满电网 用来阻拦丧尸的入侵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等级 这里也不例外 市长维克多在绿城的中心地带 建了一栋豪华大厦 里面住的都是一些富人和位高权重的人 这里的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 什么大型购物商场 五星级饭店等应有尽有 而在大厦外面却是另一幅景象 那里的幸存人连吃喝都是问题 虽然他们对此心有不满 但却无可奈何 只能选择默默忍受 这天晚上 乔治针对杰克私自行动的事情进行批评 结果对方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双方因此闹得不欢而散 之后乔治来到车库 发现自己刚购买的汽车被人偷了 顿时怒火中烧 他从一位修车工那里得知 车是被娱乐会所里的一个小矮子给弄走了 乔治听闻急忙赶过去 在人群之中找到了这个人 但对方拒不承认 无奈乔治只能先将他放走 不过小矮个儿并没有离开会所 而是找到自己的手下 索要一把枪准备干掉乔治 此时的会所里正上演着一场人师大战 只见老板将一个女人扔进丧尸笼里 供顾客观看和下注 眼看女人就要落入丧尸之口 乔治没有丝毫有欲 直接把枪解决掉两名丧尸 随着枪声响起现场 顿时乱作一团 众人纷纷四处逃散 小矮子则趁乱躲在暗处准备放冷枪 结果却为乔治发现一枪将他击毙 很快警察听到枪声赶过来 将乔治抓进监狱里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可以随便杀人 另一边 捷克拿着一箱找到的好酒 来到中心大厦献给维克多 原来捷克一直想要搬进大厦里生活 这些年来 他拼命帮维克多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可到现在都还没搬进去 维克多告诉捷克 现在的大厦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没有办法再安排人进来 很明显这只是借口而已 捷克也不是傻子 当场就翻了脸 接着撂下狠话 如果不让他搬进来 那就别怪他将之前帮着维克多 做的那些安当事都抖擞出来 说完转身离开 维克多见状直接吩咐保安干掉捷克 可是保安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遭到反杀 事宜之此 两人已经没了缓和余地 捷克决定立马开始报复维克多 他来到城市外面的军事基地 将装有16门火炮的装甲车开到野外 接着给维克多打局电话说明情况 让其立马准备500万美元 否则就发射导弹将中心大厦炸毁 这下维克多开始慌了 但他又不想拿这笔钱来 于是就想到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乔治 他立马将乔治找来直接点名 如果能将装甲车和捷克弄回来 就可以免受牢狱之灾 乔治听后答应了下来 接着维克多给了乔治一些武器装备和几名士兵 确保任务能顺利完成 就这样一行六人出发了 他们先来到军事基地 发现里面一片狼藉 很显然这里遭受过丧尸大军的袭击 根据地上遗留的痕迹来看 丧尸大军正朝着城市的方向进发 乔治随即兵分两路 他带着士兵大壮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幸存者 而其余人负责就近找一辆汽车 乔治这边寻找一圈下来 都没看见个活人 只好赶回去跟其他人会合 没想到刚要离开 一个丧尸却突然出现将大壮咬伤 在干掉丧尸后 众人急忙开车逃跑 半路上即将变异的大壮 被女队员珍妮开枪打死 与此同时 老黑率领的丧尸军团一路杀到城市外围 但这里固满电网根本无法靠近 唯一没有电网的地方就是河边 但丧尸都怕水不敢跳入水中 这时老黑开始发挥带头作用 第一个跳了进去 很快在他的带领下 丧尸们都纷纷跳进河里 朝着对面走了过去 另一边乔治终于在郊外 找到装甲车跟杰克 他走上前进行交涉 不料当得知乔治是维克多派来的后 杰克立即将他挟持住 接着便准备启动导弹 炸毁中心大厦 危急时刻 乔治即使挣脱束缚 然后控制住杰克 成功都会撞甲车 就在这时 绿城中发生爆炸 原来是丧尸大军穿过河流 攻进了城市里 事已至此 大伙通过商议 决定返回城市中 营救里面的人类 不过杰克却不愿同行 独自离开去寻找新的家园 谁曾想在中途 却被丧尸咬伤 眼看自己就要发生变异 他心里一横 决定返回城市中 找维克多报仇 此时的城市里 已经到处都是丧尸 人们惊慌失措 四处逃窜 整个城市瞬间变成 丧尸的屠杀场 这时老黑利用捡到的电钻 砸开中心大厂的大门 带领丧尸们冲了进去 里面瞬间变成人间炼狱 惨叫声不学鱼耳 维克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急忙来到停车场 准备开车离开 谁知却在这里遇见老黑 只见他拿起一旁的加油枪 砸碎车玻璃 接着开始往里灌油 做完这些后 老黑居然转身离开了 维克多健壮 赶紧下车逃跑 却不想又碰到了 已经变异成丧尸的杰克 维克多急忙掏枪射击 可惜枪法太烂 根本打不中要害 转眼间杰克就来到了维克多的跟前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就在这时 老黑手里拿着火把折返了回来 朝着他们扔了过去 汽车瞬间发生爆炸 将维克多两人炸飞出去 另一边 乔治回到城市后 发现丧尸数量太多 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他试图放烟花 只好启动炸弹 随着一阵阵爆炸声传来 城市里的丧尸 瞬间被炸死一片 幸运的是 其中还有不少人类存活了下来 影片最后 乔治带领这些幸存者 开始寻找新的家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火死人之地》 是乔治A.罗梅罗指导的 《火死人》系列电影中第四部作品 喜欢的请关注我 我是虎牛 我们下期见